大家好,我是东北斯老师 今天呢我就来到了有几百桥狗的这个养殖场 今天呢我就是看看这个养殖场呢 到底有多少种狗 这时候听说大家养了很多狗 我们过来看一下 康康家这养了什么狗 康康家的规模 康康家这都是什么狗 大家认不认识这都是什么狗 这都是狗狗的 这都拿了多了 你不吃人呢你啊 这么大人太大了 你见过鸡了 鸡的鸡的鸡肉 这是莫斯科回来的 来过来来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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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大狗 他养的这些狗啊都是非常特殊的狗 但是大家呀无论对哪个养殖场啊 养殖场的狗你放心在哪呢 他会追求狗的品质 把那狗的后代啊那个基因啊不断的强化 来卡 你这些狗长得挺清晨漂亮 啊俄罗斯莱卡犬 我看好几种啊 黑白的有青色还有白色 还有黄色还有奶牛花色 好几种颜色啊好几种颜色 但是也不也不是一个产地的狗吧 对像这种是 轻色的就是西部那样的 你看这么大的狗这是成年狗了吧 成年狗属于总共 啊这是总共狗 对了 这这什么狗啊这狗啊这么好看 一毛犬 我叫小体猎犬莱卡 这么拿着包犬 成分你不大的 啊 m tent 这 Lopez 西部长 他呀 西部长 这白的呢 西不亮的白点 这白就是一个品种吗 也是西不亮的白点 这个是西不亮的 这个坎高 这是坎高这个 坎高咋 这个坎高多少天了 六五四天 三十七个天 这是坎高的总选 总工选 看看这顿头 英国黄园雪达犬 叫什么犬 英国黄园雪达犬 雪达 雪达 这是澳洲牧牛 这个是澳洲牧牛犬 这都是澳洲牧牛犬 这都是澳洲牧牛 这些是三十个月的 对三十个月的 因为这些呢 那些五六个月的它磨牙都咬树 这些小狗还没磨牙呢 就不咬树 弄那树林 弄树林 你这你这片树林挺好啊 养狗啊 六亩地 六亩地 那奈卡这么大狗现在都喂什么呢 也都是正常的 这么喂吗 喂食吗 正常 啥都不挑 啥都吃 对 这赖卡五六个月的都是哈 这些就 哎 五六个月了 哎呀 这种狗现在我看 也都挺温顺 当那个什么虫无狗养都行哈 也可以 咱们都行 这些毛病啥也也不多吧 没什么毛病 抗寒耐热抗 咱们北方的狗它都是最抗劲的了哈 你俄罗斯平常都多少度 四十多度 看现在的小狗 这四十多天小狗 四五十天 因为狗敞了 不能缺狗 什么时候都没有 别要要的时候 你必须再有 你这在挑啥呀 挑哭胆 挑哭胆 嗯 这这啥挑哭胆呢 啊这就是哭胆 这就是哭胆 啊这就是哭胆 狗吃长时间吃容易导致死亡 啊这狗吃苦胆不行 对 那这就喂养这块真的注意呢 看他这是专业养狗 你看他这些狗 有几个品种 养狗啊 还得专业养 你养的狗啊 狗的品质是没得说 大家对这块啊 还有什么需要知询的啊 请在我评论区留言 好了 这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请多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